杨超越是一名女团出道的艺人一直备受争议 虽然唱歌和舞蹈不太擅长 但他聪明地选择了演员身份 已经拍了许多不错的剧 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不像其他爱豆一样不停拍戏 而是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 除了拍戏他还懂得经营自己的美貌 拍摄许多好看的照片给粉丝们带来小福利 最近他还拍摄了一组花海写真 身穿纯白色连衣短情 在紫色薰衣草花海中如梦似幻非常唯美 虽然有人注意到他的双腿并不像粉丝想象中那么长 但他的身材已经相当完美了 作为一个女生 他的身高达到了168厘米 体重长保在100斤 自然是一双大长腿 所以网友们不应质疑他的身材 那么你觉得偶像的身材和外貌该如何去看待呢 作为一位艺人 杨超越的容貌在娱乐圈中绝对可谓无人能及 尽管年纪轻轻 他却拥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使他的五官变得精致完美 与同期出道的女团成员相比 杨超越的颜值堪称分神 而如今成为一名大明星后 杨超越不再是那个经济拮据的农村小女孩 他经过精心打扮后更加美丽动人 我们期待着杨超越未来能够带来更多出色的作品 并与观众们见面 作为一个自媒体编辑 我认为杨超越的颜值确实是他在娱乐圈中的竞争优势之一 然而在评价一个艺人时 颜值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一个真正优秀的艺人除了外在的美丽 更需要有才华和实力来展现自己 希望杨超越能够在以后的事业发展中不断提升自己 为观众们呈现更多优秀的作品 问题 你认为一个艺人的颜值对于他们在娱乐圈的成功有多重要